無垢舞蹈劇場作品《觀》 從2009年首演以來 巡迴全球各大城市和藝術節 廣受國際舞台好評 而無垢的新作品《處身實境》 將公開《觀》這個作品的主要角色 在演出之前的真實準備過程 藝術總監林立貞說 舞者在登臺之前 光是準備工作 從書頭 點妝 抹身等等 一直到層層纏上古老的衣飾 就需要三個小時 對他來說 這不是表演 而是真實的呈現 2009年無垢舞蹈劇團 藝術總監林立貞 醞釀九年完成巔峰之作《觀》 精湛的舞蹈美學和肢體語會 首演五年來 國際各大藝術節連年邀演 如今重返故鄉臺灣的舞台 是要回到自己的土地上 跟泥土裡面 我更希望能夠跟 臺灣所有的館長 做最大的結合 這個結合不只是在表演上面 是在我們的情感上面 舞者起身緩行 每一幕都向凝結了時間 林立貞將宗教神話 自然土地 生命體驗等元素 融進舞座 舞台上的每一個細節 都有不同的意義 這是2009的稻穗 那我們一直很保護它 因為它跟我們已經旅行了五年 金黃稻穗是對大地的禮讚 來自喜馬拉雅山的卵石 是古老記憶的傳承 就連象征河流的湛藍色 洋柳沙夏也藏有秘密 你們有沒有發現 這個河流的下面還有什麼 有一層白色這麼潔淨的水 我們的水本來應該是非常怎麼樣 乾淨的 生命中最重要三樣東西 陽光 水 空氣 但是我們捨掉它 去找另外的東西了 所以我把這個白的水放在下面 這是勞工匠做的波 我有另外一個波是現在做的波 就沒有這個聲音了 就外型一樣 但是裡面不一樣 鍾情於古老文物 林立貞也在舞者身上 加入少數民族的飾品配件 這是差不多我們蒐集有十年以上 你看這個聲音 跟這個聲音 兩個 在裡面水繩的時候 我應用它 你看 好聽嗎 在棺裡面 我就變成是一個 在雅雅 它婚禮的時候帶著一個頭石 你看它們 它本來是這樣帶的 後來你看一看 是完全不同 它就有很多不同意識在走 然後身體的味道它就出現了 重新被賦予新價值的老文物 與舞者在台上 共租出不同的力量 如今 林立貞更將揭開關的神秘面紗 延伸出新作 處身實境 重現舞者登台前的準備過程 我要讓他們了解 所有的這個舞者 他們怎麼進入關的角色 那個角色是要進入的時候 他準備得非常充分 而且是漫長的 看完以後 真的就是很動人 他每一件衣服 每一個妝 每一個頭飾 都是要有次序的 不能夠快 也不能夠太慢 而且每一個步驟 他都要很清楚 創團近二十年 稀稀醞釀三部作品 《崇教》《花神祭》《導觀》 林立貞的舞作 在族群文化 宗教儀式 自然土地與美學中相互流轉 充滿溫度